欢迎收看自创未来 香港小朋友近视问题不容忽视 有初创团队、专业实验室和眼科视光学院合作 结合两项专利技术发明 共同研发近视防空镜片 同时也将研发商品化 供应给认可的光学诊所和延配中心 提供方便飞入侵胜、减慢近视增长的选择 这副眼镜看起来没什么特别 但可以在镜片的影子上 看到镜片上其实有一个圈 这些圈圈正在镜片上其中一项专利技术 称为多环凝胶技术 凝胶就代表它那个焦点 不是在视网膜的线边 在前面,即是在视网膜的前或后 都会引致这个叫做凝胶的现象 特别我们在控制近视上 我们利用了影像放在视网膜的前面 这个我们叫做近视尼焦 近视是指眼球生长速度过快 当双眼正常、健康的时候 所见到的影像就会清晰地投影在视网膜上 但当眼球生长速度过快 变得过大 影像就会投影到视网膜的前方 见到的东西就会变得模糊不清 而尼焦技术的原理就是 以尼焦环,即是镜片上一个个的圆圈 在视网膜上产生清晰的影像 为双眼提供清晰的视野 同时,在视网膜的前方 产生另一个模糊影像 容易控制眼球生长的速度 从而减慢,甚至停止近视加深 我们是可以减慢近视六成的 如果一个小朋友会变到一千度 带着镜片最终会变到四百度 暂时为止,真正导致近视的原因 都未是很确切的 不过有一些危险因素 我们很清楚知道的 就是当这个小朋友 他看很多大量的近视野的时候 他的眼睛变现近视的机会就很大 而且越过越早 他做一些很大量的近视工作 例如做功课 或者开始写字 这些小朋友他们会变近视的机会 又多了很多 近视普遍人以为 近视就戴眼镜搞定 但其实不是的 近视如果眼球过大 就会有什么影响呢 就是他会将一些健康的组织 会越拉越薄 越拉越痕 在视网膜上 如果眼球越拉越长 视网膜就会变薄 甚至他会有脱落或破损 这就会影响他的视力 我们开始从动物视野里 就发现了眼睛很聪明 如果你把影像投影到视网膜的前面 他眼球生长的速度就会减慢 好像说眼球也知道 我的影像在视网膜前面 我要缩小一点 或者生长得慢一点 这样才可以移近的影像 看得清楚 相反来说 如果我们投影在视网膜后面 眼球又好像知道 影像在视网膜后面 他就会增快速度去成长 以至可以看到后面的影像 我们看到这个现象的时候 我就在想 会不会在人里面 同样都是这样的事发生 所以近视来之后的镜片 就是利用了光学原理 如果我们能够投影影 在视网膜前面的话 我们就可以将眼球生长的速度减慢 不过近视尼焦并不是一项创新技术 杜智河早在2013年 已经成功研发 并应用在隐形眼镜上 成功控制小朋友近视增长的速度 但他更希望将技术概念 应用在小朋友配戴的有跨眼镜上 不过如果将近视尼焦技术 直接应用在眼镜片上 尼焦就会显眼地在镜片上呈现 如果我们将这些圈圈 就这样做了一个眼镜 就会很糟糕 我想象到很糟糕 你多有用都没有 小朋友都不会戴 这就是一个挑战 就是如何将这些光学尼焦 无论如何放在镜片上 都要像普通的单光镜片 普通的镜片一样 看上去是没有东西的 就是不觉得有东西的 为了不想在镜片上看到尼焦华 专门研究纳米加工的张志辉 就被邀请加入合作 经过两年时间的研究 研发出第二项专利技术 超精密纳米环加工技术 最主要是利用超精密加工的机床 再配合天然钻石的车刀 在金属的模具上 直接加工的形状 加工出来的精度 你看到效果是超镜面 超镜面的效果 其实它的精度大概是 纳米的粗造度 以及形状误差到亚明位级 就是大概100纳米以下 其实100纳米是什么概念呢 其实那个就等于 千分之一条头发的直径 这么幼小的公差 加工完这个模具之后 我们就会用这个模具去做精密注硕 然后再这些镜面一块一块的产生 其实那个尼焦本身是一个技术 但最主要就是 如果要配合一些的做实体镜面 那么它需要的精度要求就会高很多 因为特别是那个尼焦环在镜面上 如果是一个放在同一个镜面上 那两个尼焦环和矫视两个区 要在一个无逢衔接的情况下 它需要的精度要非常高 那么一般如果普通的加工是做到这个精度 那么一般做眼镜厂的公司 都没有办法直接做到这个 除了应用暂身的技术进行研发 他们都积极和初厂公司合作 生产并分销产品 那我们卖的对象不是一般的 我们的公司 是卖给一个专业的近视管理市公司 他们有足够的设备 足够的知识 去管理好这个小朋友的近视发展 其实我们说我们的产品主要的对象 是要通过一个专业的眼光市公司 去再通过他们配给小朋友 还有那些厌配中心 要有足够的设备 去跟进去跟家长沟通 我们把眼球的长度 每一次回来说 你的眼睛长了多少 或者不长 让家长知道眼球的发展是怎样的 大学有这么好的产品 发明出不到的产品出来给市场 我们觉得很可惜 所以我们就跟度假设备合作 有一间公司 我们开公司的目标 不是说要赚大钱 是希望把理工大学的产品 很合理化成本研发出来 可以供应给所有适合的病人 不过研发近视防控镜片 并不是要取代其他近视防控产品 而是让用家提供多一个选择 很久之前有一个就是用药 我认为一早就知道药托品 它有些副作用 它会令到眼球放大 有可能令到调节功能减弱一点点 另外一个方案就是 例如角膜表演技术 夜晚睡觉时有一个镜片 令到角膜的回度改变 同样角膜回度改变之后 这个镜片的功能就是 它会做了一个近视离招 然后控制了那个视网膜 给这个视网膜 有一个叫做不要再变近视的讯号 近视本来是一个服务 所以视网师的角色很重要 你适合是角膜扫营 即是无法治疗 还是适合规定镜片 还是适合我们这些大镜片 就取决于病人和家长 跟视网师沟通 那个镜片左边很清晰 没有什么分别 清楚和很舒服 团队最新在镜片的生产过程 加入了人工智能技术 协助检测和校正 它会检测的形状误差 和粗糙度 我们会再做一个分析 去看到它的尼焦量是多少 因为一般说近视尼焦 会看它的尼焦量是多少 我们可以用一些算法 可以算回尼焦量 其实我们这个镜片 除了做的形状不差 和粗糙度分析之外 我们也会做一些 人工智能的方法 找到它里面有没有问题 例如例如镜片有没有花度 有没有沉点 或者有没有缺陷 我们会做一些很详细分析 这一带的镜片 有一个很严格的标准 我们希望将来自动化 可以做到很快的 去做智能去检测 将来希望做镜片 做出来的产能和效率会再提升 因为近视防御镜片 现在在全球或全国的需求都很大 我们希望通过智能制造 第一 减低成本 第二 亦希望可以製造多些镜片 可以帮助多些小朋友 近视管理方面 我们还有很多产品都未开发 例如多环尼焦的RGP 就是硬的镜片 另一个方向就是做一些 平价的Disk的软镜 我们开发一些 叫做一个月抛的 不是每日抛的 成本会低一点 小朋友会受惠更多 所以我们当然不希望 小朋友因为深度近视的原因 令到他们会有些 视觉的损失或者自盲 这件事是我们做近线救的 非常非常之希望 来到阻止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继续回来《智創未来》 今天我们邀请到 香港科学院院长盧玉明 跟大家谈谈香港科学院的发展 以及香港整体科研的发展方向 盧教授 你好 你好 香港如果要讲创科发展的话 我们常常都讲到一件事 就叫做完整的创科生产链 包括上游的基础研究 中游的转化研究 去到下游的应用研究 上一次我们刚刚就讲到了 就是这个上游研究 你觉得整体方面 其实这三环 哪一环比较好 哪一环又比较弱 香港传统上 上游研究是比较强的 比如香港是 在头100名的大学 我们有五家 你也看如果香港科学家里面 做到一些 比如有院士 涵头的科学家 都是比较多的 比较7百多万的城市 但是香港传统的弱点是如何将这些上游的发炎 转化成下游的产品 所以我觉得在未来就需要在这方面做多些工作 如果是这样的人才培训又行不行呢 事关香港科学院 2018年的时候就和工程科学院就合办了个计划叫做明师高徒 54名的著名科学家和工程师就做这个义务导师 就教了一些学生 哪些108位对相关学科感兴趣 也都由学校推荐的中四科学生 我们来看看资料 法国教授也是其中一员 而你其中一个学生也都在中五的时候 就去了剑桥大学那里读 结合你在大学任教的经验 在这个计划当中 你会见到香港人对这些创科的研究 兴趣有多大呢 我觉得其实在香港的学生 其实是对科创是很有兴趣的 其实我们这个计划就是觉得 是我们如果要做科创做得好 人才方面 是需要由年青一直等种子 慢慢去种 而比如说在中学生的阶段 种种子是非常好 因为它有很多时间去慢慢去发展 你刚才说了我朋友Nayvon 他是我其中一个学生 他也是对科研很有兴趣 我亦都很高兴 可以帮助到他 之后进入剑桥大学去读 再做这件事 其实到现在来说 我们这个计划已经有600名的学生 是参与了 而很多前几届参与的学生 亦都进入了大学 亦都有很多是硬做科创的 所以我觉得是 我们觉得是很鼓舞的 但当然在中学生之后 还要在不同阶段 要有一个培养 教授刚刚提到的就是说 中学的时候 把种子放进去 就是最好的时机 但如果种子要绝创成长的话 要需要一个好的环境 才可以给它生长 你又觉得我们的学生需要什么支援 我就觉得 如果一般的中学生 如果没有这些什么项目 他说我总是想做科学家 他不知道科学家是做什么的 将来的事业发展会如何 所以用这类的项目 或者其他例如讲座各方面 就会令到学生 又或者他们的家人 看到原来做科学家 其实都有前途 都是一种做法的 有时如果一些学生 对科学家的认识 就是看一些电视节目 或者电影 他可能会有另一些不太准确的感觉 但如果他真的跟我们 日常的对话 去感染 那又变得更不同了 如果是这样 对整体的创科研究 或者推动科普 有什么好处在呢 有好处的 因为你想他们聪明的学生 结果会选择 比如做科学家 做科学创业家 他一定要知道究竟做了这件事之后 会是怎样 他会否享受 所以有机会去接触是很好的 例如我自己 除了《名思高度计划》之外 也通过其他很多不同的团体 是有做Line Mentorship Program的 有些学生 我记得当时 例如香港政府有个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Scholarship 有些学生 我第一年接触他 接着真的年来接触 他可能五六年后 会参加了我们研究队伍 结果是做了一个科学家 这个转化率高不高 其实也挺高的 我会觉得 在我自己来说 可能有20%左右 如果是这样的 《名思高度》 其实暂时都举办到第五届了 你又觉得未来 需不需要继续去举办 会不会继续举办 我觉得是应该继续举办的 因为这是一个很受欢迎 亦是成功的项目 我们的种子一定不可以一步十行 要不断地做 你才不断有首成 如果是这样的 其实教授 你觉得我们环顾整个香港的 一些创科教育 或者给学生的一些科普教育 你自己觉得单是将STEM 成为必修学科 这个举措足不足够 还是应该要再有更多的计划去支援 我觉得要很全面在不同方位 当然这个STEM教育 那是给你一个背景 即是打个根基 比如你有些数学的技术 有些物理 有些化学 生物学 接着就要看一个学生 每个人自己的兴趣 或者他会遇到什么科学家 有什么机会出现 或者去哪间大学读 然后慢慢去发展 但是除了这些东西之外 还有其他范畴 例如如果我们想做一些产品 专利权那件事很重要 我们觉得也早点在中学生里 有个种子 他知道什么叫专利权 他如何发明一些东西 可以保护这些东西 专利权的教育 其实过往会不会比较少提及呢 是否这几段或者近几年的发展 才比较多说这一件事 以前是很少提及的 比如我记得在我的年代 我第一次接触到专利权 是我大学四年班的时候 那时候发明一些东西 是想要申请专利权 才慢慢去摸 就算摸的时候 最初也是没有人教的 你当时面对了什么困难 很多困难的 我记得那时候我在大学 因为我会在兼职研究 我开始第一次发明东西 根本就不知道什么专利权 我第一次发明东西 竟然没有申请专利权 其实是浪费了一些机会 第二次的时候就开始想 要申请客 那时候就开始去写 但是写得不好 结果没有批准理权 然后慢慢再去 所以我觉得 其实真的需要有一个训练 越早学就越好 如果我们讲到训练 或者人才培训这方面 教授我们刚刚讨论 可能在学校或者学院方面 怎么可以培育一些学生 但其实会不会说 社会上不同的环节 都可以一起做多一些 比如说商界 政府方面 凭你在学术界 或者研究下这么多年的经验 你会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建议给他们 其实如果你说 由上游转到中游下游 商界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而商界也有一些R&D 尤其是近年 是很多新兴的技术公司 是那些开始公司 其实他们也能帮助我们训练的学生 如果他们有些 比如说夏天的课程 让学生可以去做一做 让他们知道 原来这样是公司的 他将来可能会有另一个种子 就是想想如果他有发明的 会不会他自己又想开公司 除了开公司 那政府方面可以做到什么 你觉得 如果开公司方面 我们需要 最初有些计划 可以让他们开始 现在其实也有的 比如我们在大学 有些学生 他们发明了一些东西 也会开始有些初創公司 李嘉祥 你本身是一个基因 和DNA测试的科学家 也想问回香港关于生命科学 相关领域方面 已经的发展是怎样 与国际水平相比 在什么位置 香港其实也有 在生命科学方面 都做得非常好的 比如说我们港科院 也有好几位的院士 是这方面的权威 比如我们大家都知道 叶玉鱼教授 他也是做老科方面的 也比如说袁国教授 和曼里克·比亚里斯教授 他们在传染病方面 也做得很好 比如我们记得 2003年SARS 那个病毒都是他们发现的 所以你看到 有些香港做的研究 其实真的会改造世界 科創的面貌 所以我们当然希望 下一代会更加多这些人 我们成果听教授上来都不错 但是我们的科研的环境 或者提供的基建 又足不足够 可否与国际去做一个比较 我觉得始终一个七百多万人的城市 是比较小的 所以为什么要大湾区 是这么重要的 如果你有8600万人 那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传统上 但是当然 比如传统上 我们就是说 如果香港在下游转化方面 需要多一些努力 但是如果和深圳那边 比如有一个融合 在那里 他们也有很多下游的设施 可以帮助我们 但是当然在那些政策方面 比如现在生物的样本 数据方面 如何可以更容易过河 那些事情现在正在谈 今天也麻烦了盧教授的分享 我们今天时间也来到这里了